然后我们刚才配置了 然后底下 有一个问题 就是ESLint这个开关 我们也想给ESLint做开关 凡是Lint 我跟你讲 什么Lint 什么SourceMap 这个东西 用的时候打开 不用的时候就关上 那么在这的时候 那么我们怎么给它也打开 刚才我们在这做过这事 对吧 那我们现在再做一遍 可不可以 好 那我们来再把这个东西写一遍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 首先我们再加一个 Constant的ESLint ESLint SWITCH 这个开关等于 我们还是先等于处 我们看看它会不会 能把这个关上 好吧 然后的话呢 那我底下怎么写 那么底下的写法 还是刚才 首先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 要把它封到括号里边 对吧 把它封到括号里边以后 然后再加一个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前面通过问号来控制它 要么返回这个数字 要么返回这个数字 要么返回底这个数字 然后用点点把它展出来 对吧 对吧 是这么个情况吧 好 现在是处 好 那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们给趁着关以前 我们给ESLint加点料了 比如说在 app.js 好吧 我们来一个console.log 吴中生有来个A 好吧 看了吗 你在这做完了以后 它马上就能发现 是在app.js里边 error unexpected console statement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呢 它报两个错误 第二个 一个是9行 一个是11行 一个是console.log 有问题 一个是A 那么也就是一次 我就触犯了两个 那好 这个就是ESLint 大家看到ESLint是有用的 特别是这个东西 在什么时候用 你知道吗 就是说 Js里边 其实来讲 当一个变量 没有没有定义 就开始使用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 这个有可能写错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在这 比如let abc 等于5 然后你底的时候 变成比如console.log 你底开始使用acb 正常的来讲 这个地方不会 不会跟你报错 或者说就是 比如叫做acb 等于4 这个地方的时候 通常来讲 他会直接往windows上 很多那个 按ES5的语法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他直接往windows上给你挂 但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就会报错 你看 就是abc design valuable neveruse 这是没使用 就是你 你只是 割了个值 然后acb is not defined 他会给你这样的错误 所以来讲 就是说 这个预防什么 就是某些地方 如果正常 jafs3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是能过的 这个是不报错的 那么到这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打错了 我们经常有人会 比如什么 昨天有一个群里 有一个同学 女同学 把bible打成label 错了一个字母 就我打的时候 也会经常 我这错 这辣个小东西 那辣个小东西 就是因为 你用人眼去看 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很难不出错 就出了错 你给我报错 这个我能改 但是你出了错以后 你不给我报 然后就 粘不溜溜 这个事情过去了 等到后边 出了问题的时候 我再往回导 而且那不一定 是第一案发现场 你知道吗 他有可能是 不知道多少撂手了 然后才到 你要追溯到第一案发现场 这事就很难了 所以eslint 对我们来说 通常来讲 能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 这个就是那什么 然后呢 我们还是开始这东西 稍等 我们开始这东西 然后我们才能知道 是不是刚才 那个东西关了 现在是没关 对吧 他会报错 对 他会报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把它关掉 我们就强行把它关掉 看了吗 你把它关掉以后 这东西就 说是编译 然后不给你报错了 是突然感觉心里 不那么踏实了 是吧 所以eslint是有用的 eslint在很多时候 是能够帮助你减少问题的 而且是在你 这个里边说一点 就是改bug的时间 是越早对你越有利 就是你越能早的发现一个bug 就对你越有利 这个顺便是什么 而且你的代价会越低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虽然把它关掉了 这个代码呢 我们还是再改一下 因为我们为了让它快点 因为我们底下做 就是东西越挂越多 跑起来越来越慢 那个作为授课呢 我们就是把它 把这事讲透了 那我们就把它关掉 能让它速度快点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要配置一下 这个eslint输出报告的格式 这个东西呢 是在 是这样的 就是正常来说啊 我们这个 刚才看的eslint 那个输出啊 是在这个地方 直接输出 命令行输出 全省在命令行输出 但是呢 这事呢 如果你 就比如说这事 是别人的一个错误 那么你怎么给它 当然有一个办法 就是刚才 比如webpack这样 我刚才就这么干了 就是这个是管道服务 然后把它输到一个log里面 然后把log撇给它 这是个办法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更 看起来更舒服一点的办法 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配一下 这个输出的模式 那在哪配呢 也还是在这里配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做完了以后呢 我做一个output report 那么它可以 把这个东西输出到一个 report里面 这个report呢 比如file pass yes lint report 然后.html 就是说我要输出到这个文件里 然后for matter 然后 require q-u-i-r-e ok 老写分的号 es lint -lib -for matters .html -html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哎 怎么 这 这 Ctrl C吧 哇 这Ctrl C不一定 不一定会产生什么问题 如果产生问题 一会可以给你们告诉一下 你们如果这底下东西坏了以后 怎么修啊 但愿它不出问题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输出了吗 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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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啊 啊这个简直了 都是这种 小的这种 这种错误 所以这个配置文件其实起完了以后 因为我一般真正用的时候 其实都是Coffee Paste 但是在这呢就给大家又打了一遍 就这种特别小的这些细节 特别容易忘 而且不好记 但是这个写一遍以后 以后你们记住了 在上面改就容易多了 这有一个options啊 这个我上直接把它配到这 所以他就报 说这个东西options不对啊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你看这webpad OK它就能过了 而且在这的话呢 我们可以刚才把刚才这个位置打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报告真正出来长什么样 这个这是刚才我们产生错误报告 这个地方了 好 对 这个报告错误报告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然后他会把它放在 看一下在哪个地方 找了一下 这个在这个地方啊 已经生成出来了 这刚才就已经有了 叫eslintreport.html 这个看我们看到 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是在这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可以把它 view in browser 然后你可以看到 eslint2problemsreport 这个地方呢 它生成在 而且这可以点一个加号 加号 它就会打开 然后这arrows abc is assigned to 什么 然后这是 这是什么类型的错误 然后acb 也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刚才 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 理解吧 也就是说 它会把底下这个东西 生成到一个html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直接这个html 给到 给过去 那么这个里边的东西呢 事实上来讲 就是 我们看到的 它会生成到这个里边 这个build的里边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对这个build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我们如果让看清楚一点的话 把这个东西 删掉 删掉的话 你可以重新走一遍 OK 那这个走完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 然后在这儿 有一个 这有一个eslint report 你打开它 就是它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整个eslint里边的 这块的 这个内容 OK 当然你看这儿 它现在其实也跟你报错了 acb is not defined 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的话呢 那么 如果你要 你要想把它去掉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地方 把它关掉就好了 哪里去了 在这儿 这儿 拿掉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问题 就都解决了 就是说eslint开关的配置的问题 还有输出eslint 输出报告的格式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